已经连续三年观赏神韵演出的台南市议员蔡旺权 3月11日再度观赏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 倾临神韵高超艺术形式的演出 蔡议员说神韵触动世人 内心感动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包括艺术的表演 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形式 尤其是神韵努力不懈坚持 从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下来 而且是做世界性的巡回 我觉得是来自各界都予以非常高度的一个肯定跟赞扬 蔡旺权议员对雪花飞舞印象最为深刻 人自身在大自然里面充满了希望 冬天已经过去了 马上就是春天 随时都有一个好的一个未来将到达 台南市议员蔡旺权感动地说 神韵透过艺术的表演 深深触动世人内心 最后结尾的时候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他触发说 只要人 我们人要向上 那个心 向上的心 然后将来可以对抗一切的那个邪恶的力量 那可以解救整个世界 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 看见神韵高超艺术形式的演出 蔡议员说 神韵将唤醒世人的善心与良知 新谈电视 史静旺 徐婉宜 台湾台南 蔡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